大叔老家谁才是老家 我是阿关陈飞娟 在今天我们邀请的 这位收藏达人 应该是说这一对收藏达人 他们非常喜欢去旅游 所以他们说 他们玩到哪里就买到哪里 一方面呢 可以留作未来的纪念 一方面对他们的收藏而言 可以让他们的收藏品更丰富 所以我们等会来看看 他们旅游到全世界各地 到底收藏了哪些收藏品 好 我们先来介绍 在今天超强大鉴定团 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 艺术师研究所教授 曾素亮 曾教授 嗨 大家好 台湾宝石协会荣誉理事长 冯奖大学助理教授 李龙鑫老师 大家好 邀请到 雅瑟宝石鉴定所 资人鉴定师 赖剧名 大家好 中坊设计艺术总监廖文亮 廖总监 大家好 我们欢迎在今天 来到节目现场的 就在北头的黄渤坚 以及黄渤坚太太 谢谢 谢谢 主持人好 老师好 你们通常都去哪里玩 大陆比较多了 喜欢去大陆游山玩水 很浴 古东那类的东西 这些都是导游带你们去买 还是你们自己去寻寻觅觅觅 都是导游带吗 导游带的比较多了 导游带你们去买的 会不会担心买到 那个优惹的假的东西 我会担心 我会担心 老师好 所以今天要上节目来 好好见识一下 所以让老师看看 是你真的假 好 您是客家人 香港 香港人啊 难怪那个口音更多 是 香港人 耀州有来是北方窑 北方窑就比较豪迈 所以它有 柯花 樱花 画画 这三种花色的方式 另外它有这个所谓的 这是一个 我认为它是一个 在树子时候的 一个耀州窑的一个碗 好好的修饱 对 好好的收藏 爸爸也做编好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黄鲜这个收藏是 皮羞 这在哪里买的 珠海 到珠海去啊 这是那种豆种的 这种黄皮的这个皮羞 它一般就做这个手把剑啊 或是放在这个车子里面啊 这不能拿来带 太大了 这是一对 通常卖一对的 那买了之后 应该不错 不错 太好了 上个月乐透才刚中了奖 没有 没有 没有我们的分 这是一公一母啊 是 这个皮羞的公布怎么看啊 这个皮羞它的颜色 太灰色 那它最主要的标榜 最主要就是讲这个黄皮 这是天然的皮 天然的 就是天然的 就是巧色巧雕 这个物件还是不错的 水头也不错 所以它光泽很好 这是缅甸产的 缅甸产的 没有问题 所以质地是挺好的 我觉得还不错 五万块人民币 只是这样的物件 就是说在股票性来讲 是很普遍的 那后来跟它杀到一万块 量很多 这样子 他说他们杀到一万块 五万块 开价五万块 人民币 人民币耶 成交一万块 一万块 那这等于是五万台币 差不多 对 他们蛮会杀的 是 哪一把大刀出来看 大概五年前 差不多 五年前 五年前买的 还不错 你自己有没有研究做功课 对 我在看老师的经过比较多 从头看老师的节目 对 那这样子要是 所以要跟各位解释 我跟你讲 这样子要是今天建了架 发现他赔了钱 那下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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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然后再去寻宝 比较扎实 就比较扎实 这片段式的 其实很危险 我一个朋友 来我店里面说 老师 我只是看你的电视 我在菜市场买到 我花了三百万 我没有乱讲 看电视开三百万 真的没有乱讲 他说没有人家死他了 我觉得 这个有点 道义上的责任 真的很害怕 我就帮他看啊看啊看啊 有没有失合 家里他说了算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 就由这样子就转变成一个FB 里面就把这些慢慢的处理掉 可以卖的就变成业者了 当然这是无心插流啦 买呀买呀充 买家变卖家啦 对对对 我可不可以问一句 他那个三百万 你有帮他建了 有 大概后来值多少 我们其实他早期一路这样买 有便宜有贵 来来去去 也不会差很多 我听说他就是 也有把他原来的这些钱 都有在卖回来这样子 有在收回来 对 好 那我们来建价 好 请建价 一万五千元 台币还是人民币 台币 台币 他买一万块人民币 是 以现在这样的物件 在台湾 您到这个 假日浴室去 保证可以买到 而且很好买 一对的 因为导游是这样子 一对的 人家他说一对的 一对 您去旅游嘛 对不对 那总是他很多开销 不用讲那么文粥粥 就是导游带你去的呢 导游有抽 他必须要有一些 commission 对了 所以那一万块里头 可能导游已经占了四成 我曾经就是 也去玩 带小朋友去 导游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上电视 也不是名人 现在也不是名人 就是我们是工作者 然后导游 你现在有点越描越黑 人家看你经过都花三百万了 然后就 他就看到我 李老师 他也知道我都当老师 他还不知道我是做主宝的 后来就问我儿子 做主宝的 你到里面去做 你们不用看了 怕说我们脱口而出 我们所有的团 我们都不敢讲 我们是做什么行业 免得挡人财路 对 等到最后一天 大家自我介绍说 我是小小的从事这个行业 你不早讲 我怎样 我怎么敢讲 对不对 讲了大家生意都别做了 对 好 这件呢 这个是在购物台买的 在台湾的购物台吗 放烟火的感觉 是 一闪一闪亮 对 这是POPAS POPAS 放烟火 它的车工比较特殊 很特别 还有很多的花式车工 很亮 对 这个颜色就是 所谓的苏黎世兰 是 好像 很漂亮 好像万花筒一样 很漂亮 对 这样的宝石 这个POPAS 它都是有浮灶 浮射以后它是改 它原来是无色的 浮射完了以后 还要加热处理 它才会稳定 那这种切工是 这种切工它有很多 金盏菊车工 火焰车法 很多很多 其实每年 在全世界都有这种 所谓的宝石切割的 比赛 那台湾这个领域 倒是比较薄弱一点 在德国 在美国很多人专门 就是在研究这个宝石 怎么切模 会比较特殊的造型 像有一年在巴西 还有一种 千十年车工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 在用的 那这个是所谓的 火焰型车工 火焰型车工 对 焰火焰的 好 三万块 请 两万五千元 小赔了一点点 差不多 现在目前这样的物件 大约一克 差不多一千五百元 这个宝石 就差不多一万五千元的价值 再加上这个 这个K金的台 这个台 差不多加一万块 所以两万五是这么来的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这一件呢 这件在黄山买的 黄山 在黄山买的 买到黄山去了 你说你们爬到很高啊 对啊 花了相继两天爬 哇 那你没有坐那个 他们不是有那个教肤 那篮车上去以后 那不行啊 那很贵 所以你们自己爬 那表示身体还很好 自己爬啊 我们这一团是老人团 角力很够 所有的人都没有人去坐那个轿子 是 是面子问题吗 应该也是啦 一步一脚 你自己爬上去 不容易啊 然后说我们爬了两天 所以这是在山上买的 还是在山下 下来之后才买的 那个非洲 他带我们去参观那个博物馆 在博物馆里面买的 对 博物馆里面买的 但是它这是缅甸的翡翠 在缅甸的翡翠 这跟非洲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双面 它是雕双面的 那它这个雕刻 双色的 双色的 它有点巧色巧雕 就是绿色的做底 然后这也是玉皮 所以雕了一些这个吹笛子的人 这样子 我觉得太不错了 它这是什么玉啊 你们有没有在买的什么 我问店家 翡翠 他们现在都讲翡翠 是 都翡翠 没有说 是翡翠 没错 种水色有问吗 没有耶 没有啊 这是水色 没多少钱 它叫糯米种 那还是可以的啦 一万四人民币吧 一万四千块人民币买的 是 现在值多少 我们请老师见价 请见价 是 送礼钱的人 睡的枕头都是硬的 没有人睡软枕头 难怪古人说 是 因为他们枕头真的满高的 是 这个是一个古董 大概应该有 200到300人之间 这是一个古董 好 好 好 走 种水色有问吗 没有耶 没有啊 这是水色 买多少钱 它叫糯米种 那还是可以的啦 一万四人民币吧 一万四千块人民币买的 是 现在值多少 我们请老师见价 请见价 五万元 可以啦 其实现在就是说 像这样的物件 在整个翡翠市场来讲 它并不是那个 那种很抢手的货 但是大概赔了两万块 因为他刚算的汇率大概 汇价有七万块左右 对 因为有时候 我们去大陆 您不要以为说 我自己跑到里面去 哪里买 就好像说就是OK的 他还是有 你会挂一个牌子嘛 比如说给你68号 那结果他说 您消费了多少钱 他会跟那个导游算 68号是归他的 谁谁归谁的 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一下子 一个人发一个车牌 一个小牌子 这个牌子可以喝一杯 免费的咖啡 他就是在登记 这是谁谁谁谁 应该是这样子做的 不过也是一个纪念 对 看到他就想到 你们去黄山这两天 对对对 不得了啊 很累 很累啊 非常累 那风景漂亮啊 非常漂亮 好来 我们来看这个五件 这个是红玉水 红玉水 就是类似玛瑙的东西 类似玛瑙的东西 红玉水一般来讲 它是整颗的 有的里面还有水 最主要是什么 它是岩浆 喷发出来以后 慢慢冷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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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产物是水晶 剩下的水晶 没有温度比较低了以后 它就是这种胶质二氧化系 它慢慢的晃结 一颗一颗的 那可能它就是整个 跑到那个 有比较沉积眼的什么地方 然后结成一颗一颗的 然后它假如有条纹 像这样有条纹 我们称为叫玛瑙 那假如没有条纹的话 就称为叫玉水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玛瑙玉水是表兄弟 对 但是它挺油亮的 对 我看到油亮 很漂亮 还蛮漂亮的 教授帮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雕工 因为除了玉石本身的质地 上面是皮修 他们夫妻俩 对皮修亲有独钟 这是现代的雕工 因为玉水都会透透的 很喜欢 很漂亮 因为它那个油亮的感觉 红色来变成红色 灯照下去变红色 可以杀钱好 对 他们两个伟异的笑容 好朋友 两个在藏雄 买多少钱 大概一万二吧 也是人民币 台币 一万二台币 因为它本身就很透 所以你看有条纹状 那就是代表它是玛瑙 所以它到底是玛瑙还是红玉水 大家都会讲红玉水 它要把它提高价值 其实也无妨 它就是玛瑙 就是玛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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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两千块买的 对 现在值多少 我们请教授请假 请假 请假 六千元 六千元 为什么 一个材料来讲 这个玛瑙 这种比较普遍的 玛瑙的材料是比较便宜的 另外呢 这一件呢 它叼得还不错 比如说这个比修 这里有一个蝙蝠 是不是 铃之铜钱 都是吉祥的意思 其实像玛瑙这种物件 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要超过一万的 基本上比较少 你们去买可能因为 我们都是 应该是旅游的关系 旅游关系 它从中间有差价 所以它比较贵一点 事实上大概六千块 可以买得到 六千块 那知道下次要再撒低一点 那自己去买会比较便宜 下次知道 知道地方之后 下次自己去买 或者不一定要在旅游观光景点买 是啊 这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 也买不到 不到一定会带你去的 然后不买 不能喝那杯饮料 是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物件 经过古董店买的 在哪儿的古董店 三十年前 光街买的 三十年前 在台湾买的吗 在台湾买的 台湾买的 那时候是汉潮的时候 这是一个 顶三角 一个瓶或者是瓶的 瓶 瓶 瓶是装酒用的 这个是装酒用的 装酒用的 黄鲜那时候买的时候 那他们告诉你 或者你继续做功课研究 那时还没有研究了 所以看到喜欢买的 还不错 看到喜欢买的 那买回来之后 有没有研究呢 买了就放过 没有了 就掉到旁边去这样子 所以买了什么不知道 这个刑具是大概什么潮代的 像这样的刑具 都是在汉以前的 汉潜 对 汉潜 汉潮以前的 尤其是 如果是真的 那不得了 两只鸟在旁边弦 没有 两只凤鸟弦 一般来讲就是汉代 还会动 汉代 什么还会动 然后那个环 对 然后这个本身是 这是什么样的材质 就是清玉 清玉 清玉 花多少钱买的 两万多块 三十年前两万多万 对 哇 那不便宜 三十年前 羊群面可能是十五块吧 十五块 十五块 十块十五块 那时候是十五块 现在羊群面一碗要五六十块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钱 比较大 那现在呢 有没有增值呢 我们请教授肩甲 来 请肩甲 两万五千元 这个是黄的是不是 这件是黄的 它不是真的汉代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件 如果是真的东西 不会看起来好像闷闷的 其实老东西它会有一种 一种感觉它层次变化很多 如果闷闷的一般来讲都是做过的 就是它一次性去做一个 这个旧 不够亮 不够亮 或者你感觉它闷闷的 不是很有活力 但太亮也不行 太亮 层次感不够 所以这件呢就是仿的 当然呢 有很多理由 比如说雕工的问题 它的雕工呢就是很浅薄 因为古代这种玉器啊 不是一般人用的 它是汉代以前是贵族在用的 所以它的雕工一定是专有的玉工去做的 各位可以想象它做的会不会很道地 很多该切的切 该磨的磨 它其实做的非常的精致 它不会做的很浅薄 两三下交代下去就好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所以这件是仿的 不过这个 到底什么叫做道地啊 这个就要功夫了 就像他刚刚说的这个光泽 对 这个看多了 闷闷的 还是太亮 说真的 我听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懂 这个就是要看多了 比较 比较 好 那这一件是 好像这件是什么 黑玉 墨玉 墨玉 它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它被连起来的 它是一片片分开 但是组合在一起就像一幅画仪 它好像就可以卷起来 然后可以展开 卷起来 但是它可以卷吗 它是整个分开的 可以 它像这样彻叶一样 可以卷 它可以卷起来 它是用以前古代的彻叶的观念 就是一种 卷彻叶的概念 或者我们古代的那个 就是木检 木检 检测的观念 这在哪里买的 跟那个一样 一起买的 也是在 在台湾逛古董店的时候看到 所以也是 那么早以前买的 对 早些买的 那什么一万块嘛 一万块 这上面是 龙 双龙 双龙 老师可以讲一下墨玉吗 古代的玉 以前的人的观念是 漂亮的石头就是玉 所以 我们讲的那个软玉的 脚伞石 或者是水晶 马脑 这些都是玉 路易松石 在古代人的概念里面都是玉 就要漂亮美丽的石头 就叫玉 但是后来到了西方人 在18世纪以后 慢慢发展出所谓地质学 矿物学 所以比如说我们李老师就是对矿物学 这个研究的很透彻 那矿物学就分得很清楚 玛瑙是玛瑙 这个是和田石 这个是这个水晶 这个等等的不一样 就分出来了 那墨玉是 就是说古代的玉里面有很多的石头 漂亮的石头有很多颜色 有红的 有黄的 有绿的 有这个白的 也有黑的 墨玉 这个墨玉在这个陕西的那个玉框里面 还有辽宁的玉框里面都有这种黑的 河南也有黑的玉框 它是软玉吗 它属于软玉 脚伞石类的软玉 软玉 黑色的叫墨玉 对 好一万块买的 到现在有没有增值呢 我们现在是建价 建价 一万两千元 两千块是安慰奖 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 毕竟买的时候早了嘛 你现在如果找人家磕 也是要这些工钱大概 这是不是古语 不是 不是 因为古代的东西 它在磕工上面 跟我们现代磕工不一样 古代是用一种特殊的工具 比如陀具 或者是这种工钱式的工具去磕的 那我们现在是用机器这样钻头去磕的 但是这不一样 你这个是现代的东西 用机器刻的 对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的整个的风格也不太一样 除了技术之外 这整个风格 像它这个龙的样子是现代龙 龙也分的 古代的龙跟现代龙 每一个时代的龙长相都不一样 你这个龙是民国龙 就是20世纪的龙的概念 所以20世纪画出来的龙都长这个样子 所以你这是20世纪的东西 并不是古代的东西 对 没关系这是过去的一个回忆 也蛮有趣味的 对 好 谢谢黄伯坚 黄太太 谢谢 谢谢 我们欢迎现在天母的Sandy Sandy Sandy的头发剪得好短 喜爱翡翠的女人怎么会是这种打扮呢 感觉好像应该是贵妇娘娘的那种feel 是 因为就是从小收藏妈妈的影响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很有兴趣这样子 是 所以大家都觉得也很意外这样 我的外形跟我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你喜欢的东西跟你收藏的东西 和你的外形 那是天叉地缘 南渊北侧 是 那你平常会带你自己的收藏品吗 嗯 不会 因为你看这个红宝 你要怎么带呢 穿什么衣服带呢 以你这个扮相 对 我都是 就是有时候拿出来看一下 欣赏一下 对 所以你的珠宝是买来欣赏的 买来收藏的 买来把腕的 我们请秦老板来看一下 很特别 他自己扮相是这样 但他的收藏品是很女孩子 好像有点差距 差距可太大了 有点差距 很有违和感 是 你看东西也有差距 一个是那个古董文物 一个是那个现代的珠宝 那人呢又这么 又这么新潮 这个 跟这个东西就好像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这个不挂钩的感觉 人很前卫 是 是 不过这是爸爸留下来的古董 是 爸爸前几年生病走了 然后 他留了不少的宝物 然后就是也认识不少的收藏家 是 然后呢我们对于他这些东西 就是从小就看他很喜欢收集这些 可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说 这些价钱 那他是不是真品或是 所以爸爸后面都有贴那个号码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爸爸贴那个号码是什么意思 原来应该他有造册 对 他有造册 是 博物院才做的工作 你们家也做 因为爸爸他很细心 他对于他每一样东西 他都很喜欢 所以他都会自己造册 然后自己贴上那个号码这样子 是 这个是一个 这是什么呢 Sandy 这是一个枕头 他好像是 古代是中医 看那个时候 你说手枕吗 对好像是 是给医生看病的时候 不 手枕不是这个 不是喔 这个是枕头 是 我要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现在的枕头都是软的 对不对 可是在送以前的人 睡的枕头都是硬的 没有人睡软枕头 软枕头睡不着 都是睡硬的 那所以枕头有什么质料的 有木头的 有竹的 那有钱人家的就是用这些 磁的或者是陶的 这是枕头的一个质料 那大家会觉得 这个怎么睡 我们在这 而且挺高的 挺高的 那我们在包公传里面 那个包公有个油纤枕 油纤枕也是辞的 这个 这是 这个古人跟我们现在不大一样 这都睡起来会舒服吗 那个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还比较健康 还比较健康 因为这个硬的枕头 对我们的脊椎骨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太软了 你的脊椎就没有办法承受力量 所以这是一个枕头 那它这是睡觉用的吗 睡觉用的 睡觉用的 这个本身它不是拿来好看的 所以不是心里说 这个医生在把脉的时候用的 医生把脉的叫脉枕 脉枕 基本上它是一个软的 因为你手要放上去 放上去以后来把脉 硬的把脉的话 可能脉象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脉枕跟这个枕就不一样 那这个枕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 所谓的枕 这个个人的一个枕头 还这么窄啊 还不能翻身啊 也有稍微大一点 还稍微大一点 难怪古人说高枕无忧 高枕无忧 是 因为他们枕头真的蛮高的 是 然后这个枕头呢 在有钱人家里面 花样又很多 有的是有花草 有的是婴儿 或者有的是聚宝盆 各种都有 各种不同的造型 你想什么 你就是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的枕头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会梦到什么样的梦 家里还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 那应该蛮多的是元宝的 那应该蛮多的是元宝的 有很多是聚宝盆 所以家里面一定有很多 多的这种东西 对 花色都不一样 这到底是不是古董 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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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有兴趣的地方是 以这个幼色而言 这是一种所谓的辽金时代的幼彩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形质先讲清楚 它就是一个枕头 那时代呢 我们看这个幼色 不管它是真的还是仿的 它就是辽金时代的 辽金时代在元以前的 辽金时代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造型 造型跟它的上右 我们来看它的幼色 有很多的开片纹 表示说这个是高温烧制的 很漂亮的一样东西 好 怎么里头有声音呢 这里面可能从这边又掉一个进去 为什么要有个洞呢 因为气压的关系 它必须在烧制的时候一定要有个洞 否则它烧就裂掉了 热上冷缩 到底是真古董还是仿古董 我们也要先做一个评估 请建价 30万元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前清的时候 去仿制的辽金时代的 这个一个枕头 这个是一个古董 大概应该有200到300年之间 这是一个古董 应该想说完全是古法制造的 不是一个现代的东西 很漂亮 好 谢谢老师 我想像古人睡觉 不怎么舒服 位置又很小 枕头又很小 很硬 好 那这个碗也是爸爸留下来的 是 这也是爸爸留下来的 我有听妈妈提过 还有爸爸收藏家朋友提过 说这是宋朝的耀州窑 那是民窑 六大民窑之一 是 耀州窑 耀州窑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耀州窑是北方窑 所以它是清磁 清磁不一定是绿色蓝色 清磁的意思就是 它的颜色是单独一种颜色 基本上比如说定窑 定窑就是白色 乳窑就是天青色 那耀州窑基本上它是北方窑 北方窑就比较豪迈 所以它有磕花 印花 画花 这三种花色的方式 另外它有所谓的灭纹 灭是什么东西 一种竹篮 你看 这灭纹 这是耀州窑的一种特色 在碗上面 就是灭纹 灭是用竹子编的一种篮子 这就是灭纹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胎色 它的胎底也是上右的 它的碗底也是上右的 那我们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好漂亮 是耀州窑的 耀州窑它有一个特点 它大概所做的东西 都是碗或者盘瓶之类的东西 它不会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它做的都是日常会用的 日常要用的东西 然后它做的画花 刻花 印花 很多都是蝉枝 蝉枝花纹 蝉枝花纹就是蝉在一起的 蝉枝花纹 蝉枝花纹 画得很漂亮 很漂亮 画得很漂亮 然后这个颜色 这是标准的 一个耀州窑的碗 那刚刚秦老板你说 蝉枝花 画花 什么花 各种 那这是什么花 这是哪一种文式 这是画花 这个是画花 画花 蛮有立体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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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起来就是流动立体的感觉 是 是 我们来建价 好 请建价 200万元 这是一个 我认为它是一个 在送时候的一个 耀州窑的一个碗 是不会错的 好好把它收好 收好 我们看的是这个 我看的是这个 胎色 胎底 我觉得这是应该 标准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 耀州窑的碗 200万 很漂亮 好好的收好 对好好的收藏 爸爸也做编好 是 好 那我们来看翡翠 你最喜欢的翡翠 来 我们来看翡翠 这也是因为小时候 我常常 因为妈妈也很喜欢 书宝 然后从小 耳濡目染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喜欢收藏 这样子 对 然后刷自己从而不佩戴 这是一个薄片 而且这个是很漂亮的一块 翠玉 只是比较薄 是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喜欢 这一片翡翠 是因为它的颜色吗 对 我觉得它的颜色 还有它的雕工 我觉得 我很喜欢 它的那个层次感 对 好 那这我要跟你讲 它的雕 它是镂空雕的 镂空雕的 那时候大概买了 快将近50万 你在哪里买的 那时候在香港 然后 在香港 对 在香港的时候 但是我是嫌那太薄一点 50万啊 我嫌那太薄一点 这个可能 可能有点比较严苛一点 好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价值呢 我们再重新建价 来 请建价 35万元 你看 就薄了一点 最主要是因为它薄吗 比较薄一点 因为翠玉 如果做玉牌的话 不能太薄 太薄的话 基本上薄 在以后保存上 是有一点问题的 是 而且佩戴上 也要特别小心 它这个刻的是 标的是叶子 是 花卉 花卉叶子 这个以前呢 因为玉石比较多 大家都喜欢拿这个来做雕刻 要展现那个工艺嘛 嗯 所以它 就会雕刻 那像这一块 你看它很薄 但是呢 它做了很多层次的一个表现 这个以前很贵 现在呢 整个拍卖市场里面 几乎像这种的话 除非是 名家带过的 有名人家词的 就好像是那个 那个 孔祥西 它带的 就标高价买回去了 就把它放在它的博物馆里面 嗯 因为那个是 算是文物馆 所以一定要孔祥西 它有用过的 它就高价买回去了 可是市场上 像这种物件 就没有人要了 嗯 因为太薄了 那现在也流行 好玉不雕 嗯 好玉不雕 以前有雕的 好像很厉害 但是现在没有人要了 那如果以这一块 薄片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领针 嗯 做领针用的 哎 带起来跟牧师一样 跟神父一样 不要 我们 对不对 我们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贝壳片 贝壳片 加一个 阿关你觉得我 我帮上加这样 多少钱 在别人的店大概八千 在六老师店两万八 哈哈哈 所以你要问我是在哪家店呢 好 非常好 我们就看题材 嗯 比如说 这一片 我如果 再下去磨的话 嗯 那当然就贵了 当然就贵了 因为只有磨一片嘛 可是这个呢 我去逛那个什么呢 逛那个珠宝展的时候 我买回来的 这一片 八百块 嗯 台币 你就把它放在这边就好了 然后上面呢 这边有一个孔 中间有一个花孔 那个花蕊的部分呢 你就伸出几根那个花蕊 然后 呃 就把它相似到那个 红宝石 在这边就好 整个相公起来 五千块不够 五千喔 对吧 今天 梁老师火心了 因为它 因为它这一片 这一片你看它旁边K金 嗯 不要看它只是一个框 上面全部都手工雕的 现在没有人雕这个东西了 是 很老的工了 很老的工了 这是在香港的拍卖会买的 对 是 那个都老东西了 现在买不到 你是跟人家竞标 然后落锤拍卖 对 好 那这一件呢 Sandy 很漂亮 这个别增也是在拍卖会的时候拍卖 那时候看到这个是 想说要送给妈妈 这个绿 这个绿就标准的 我说老坑的坑色 叫坑种 那这个可以当做笔色石 哇 这个绿真的漂亮 如果一只手镯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千万 是 就是千万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 一个坑种的颜色 老坑的颜色 老坑的颜色 很漂亮 你是在拍卖会买的吗 对 一起的 那你也跟人家 你也跟人家 喊喊喊喊喊喊喊 往上喊了 对对对 是的 这一件应该蛮多人抢标 有 这件比较多 然后对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我就想说我的预算大概差不多 我就 就是 喊了价钱 所以你是到最后才出手 是 致命的出手 一级中定 想说要送给妈妈 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 送给妈妈 一级就中 是 所以当时标了多少钱 那时候也大概 快将近50万 这个还不错 这个不错 这个漂亮 老坑这一个物件 你要特别去看 从侧面看 从侧面看 你看它每一个蛋面 有没有非常的蓬 有啊 蛮蓬 异乎我们 超乎我们平常的蓬度 好蓬啊 这个非常的蓬 很难得 很难得 所以从侧面看 它每一个都很蓬 是 就不是薄片 不是薄片 薄片就不值钱了 好 那我们也来建价 来 请建价 60万元 哇 这个就买对了 漂亮 也漂亮 漂亮 而且质地又好 质地也不错 老坑种 老坑种的 我们很难想象 Sandy会去买红宝 而且这红宝还蛮漂亮 因为你说翡翠送给妈妈的 可以理解 那红宝是自己用的吧 没有 这个刚好是一个朋友 他股票套牢 然后他就拿来想要跟我们周转陷进 这样子 所以这是意气相挺 是是是 难怪我们都没生意了 这生意都跑到民间去 民间自己周转了 不用经过 所以这是朋友股票套牢 拿来周转的 是 当时周转多少钱 当时大概也周转大概六十万左右 好 欢迎居然他用六十万 把这个红宝也买下来 对 他说他这个也是在国外买的 然后也是透过熟人 那他说这个是很纯的红宝 这是颜色算是很很美的红宝 那我们那时候大概也有拿去给比较熟识的珠宝商看过 那他是觉得说这个质地还算不错 这样子 他有没有告诉你他的出处啊 或者是当时的买价 他是没有说跟我讲出处在哪 他只是说他在香港买 那时候他说他也买了快 他在将近台币七八十万 所以他买了七八十万 周转六十万 对 其实在这个借钱给朋友 或者是借钱给不熟悉的人 其实我在这边要再三地提 小心 是 因为如果是朋友 钱借给他了 结果有可能呢 人才两失 对不对 感情也没了 东西留着也没用 那如果是不熟的 那就更惨 那可能这个东西 有可能是来路不明啊 或怎么样 所以要特别小心 但是他说要去猪宝店看不过 那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就是 叫他来找秦老板 这很重要 秦老板进行生意不好 是要做做广告 所以你在旁边的猪宝市 你有了解 他说是蓝宝 他告诉你这旁边是 红宝跟蓝宝 红宝的部分 他是缅甸的 然后蓝宝的部分 他是斯里兰卡 蓝宝也很漂亮 红宝也很漂亮 这个也是在拍卖场的时候 然后看到自己很喜欢 你这么喜欢去拍卖场 结果花了150万 你要特别小心 比如说我现在来喊说 一万 两万 二万 三万 四万 五万 六万 我许的吊针就一直喊 是 我以后要注意点 看一下他到底去哪里 对 所以你在旁边的猪宝市 你有了解 他说是蓝宝 他告诉你 有红宝跟蓝宝 蓝宝也很漂亮 红宝也很漂亮 不过 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只要是红蓝宝有色宝石 如果没有磕面 是淡面的 那表示说先天上 是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缺陷 也表示说他不能够做磕面 如果他做了磕面 他里面的那些 不能让人 不想为人所吃的这些 内含物或是瑕疵 就会被人家看到 所以他就做淡面 但是如果颜色 或者透度好的话 其实也是OK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你这些都是淡面 所以有色宝石的好 是吗 很漂亮 有磕面 这个是缅甸 这个是斯里兰 很漂亮 很漂亮 这个颜色漂亮吗 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这个颜色非常好 最重要它有光彩出来 感觉上它就是 就是红宝石 红宝石的迷人的地方就是 它那个红不是艳红 它那个红就是那种 就是带那种贵气的红 这个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理念 好 我们也评估一下 你这个东西 值多少钱 会不会人才两师 会不会 今天尖架完之后 朋友也没得做了 好 我们来建价 请建价 90万元 很漂亮的东西 所以它这个有烧还是无烧呢 这些红宝石都没烧过 这些红宝石都没烧过 这颜色又好又无烧的 很漂亮的红宝石 只是因为它是淡面 我了解 你应该是买断了吧 还是它会回来书 看来节目会不会说 我拿60万 我东西要拿回去了 有可能 那节目一播出 只有朋友就来找它了 是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件 这件呢 是一个 要长一点的马鞍 对 翡翠 翡翠的马鞍型的戒指 这个戒指跟你怎么样的关联 这个也是在拍卖场的时候 然后看到自己很喜欢 你这么喜欢去拍卖场 因为我觉得很刺激 很喜欢自己 性标的那种刺激感 对 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棒 来 三十五十 来 这位先生 这位帅哥 你说多好 来 你说多好 你要知道 因为我常常担任拍卖官 我就跟你讲 拍卖有很多美感 技巧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比如我现在来喊说 好 来 比如说每次 比是一万 一万 两万 三万 四万 五万 六万 七万 八万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其实我指的地方 不是人家在举手 是那一个吊灯 我指的吊灯就一直喊 因为大家都向前看 人家都不知道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最后一排会看到 那前面的人 那前面的人就会紧张了 就会跟着喊 那你就知道 我呢 功力没有好那么深 我也做过拍卖官 我就不敢指的灯乱喊 我一定是现场 真的有人举牌我才敢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拍卖会的 所谓的 吊灯理论 就是为了要鼓舞这个士气 可能 会透过一些手腕 好热 比如说电话喊架 其实电话根本就没有 没那种电话 电话 那个电话的就喊 那电话喊 然后在场的时候 你喊我也喊 甚至我们曾经 我主持过几次拍卖会 为了一样东西 才能打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已经over太多了 所以我不知道 应该跟这两位怎么说 如果他们这继续喊下去 就已经有点斗气了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我就 我就说那这东西就不拍了 那他们两个就 对 因为他们两个就不开心了 那两个人都想要 所以秦老板 为什么你不拍 我说你们就已经失去理智了 不能再拍了 等一下 冷静一下 我们重新拍 我们再重新拍 用这种方式 因为我们不希望一样东西 它离谱了 离谱就不好 当然我们希望它卖出去 可是我们不希望它太离谱 可以高 但不要离谱的高 可是很多拍卖官不是这样 越离谱越好 可能三倍四倍五倍的价格 真的他们就在旁边看人 所以今天你喜欢那种刺激感 对 我喜欢那种刺激感 它是指着电灯 指着水晶吊灯 我今天第一次听秦老师说 我以后要注意点 看一下他到底指哪里 对 我要看清楚一下 然后那个电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来拍 还是做出样子而已 今天学习到很多 来自江苏的土豪 很好 出多少 当时拍多少钱 当时啊 你会不会也是赌气拍来的 听完那秦老板的故事之后 你在现场是不是有跟他打起来 当时很多人抢着拍 然后呢 我从头到尾我都不敢出声 然后我就觉得 我到底要不要 到底要不要 到后来我是最后一个出了价钱 结果花了150万 又一级重地啊 他最后出手 每一次出手就中了 好 这个翠玉很漂亮 透度也很好 很好 但是它的形状就不是淡面 是带点长方形 带点马鞍形 带点长方形 这里你必须要了解 好 漂亮是很漂亮的东西 就是那个淡面的那个身材比例 不太对 是 这颗的种水都是OK的 这个有没有到玻璃种的 没有 不到玻璃 这也有带一点冰 冰 应该我觉得是老坑 应该是老坑 那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啦 形状稍微冷屁一点 那这不做么 这种形状可能也不行 因为它如果再磨成淡面 就更小了 这个是我觉得它有一点 稍微动了一点小脑筋 就把它做成长方形的 如果做成淡面就变小了 好 那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卡格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Sandy是不是赌气表来的 是不是赌那一口气 来 价钱飙高了会不会 请见价 一百万元 那这有五十万是毒气成分 是有点 有点就 因为你要知道 其实 翡翠它是一个传统的 中国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宝石 是 但是说传统 就一定有一些所谓的定格 什么样定格呢 比如说翡翠项链 它一定是珠子的 那珠子一是圆珠 那扁珠就不好看 对不对 那玉镯 那镯子一定是圆的 扁镯就有差点了 这就是一定有它一定的 这个所谓的风格 那戒指就要淡面 戒指就是淡面 然后丰丰满满嘛 就是淡面 那比如说稍微做一点 长一点的 那可能是满 长长久久 可是这也不够长 所以这个形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觉得你的胆子也蛮大的 这个戒指我稍微来补充一下 当初买这一个的时候 纯粹就是看那一块翡翠而已 对不对 没有 还有它的 对 还有那个绿 还有它的那个戒尾 它是 你会喜欢它那一种做工的造型 没有 它当时我看到它这个很特别是 它可以去 它可以打开可以调整 戒尾的 它这个很特别的就是 有点类似像独立字表师一样 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KG师傅 他专门做那一种戒尾是活动的 你可以不用改戒尾 但这个对我们一般来讲 你戴戒指的话 没帮助 而且它很容易损坏 很容易损坏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它这整个造型 它就是纯粹原物料而已 所以你在拍卖会里面 你会只有看到那颗宝石 我会建议说 它还是要稍微豪华一点点 好 那这样的话价格才会拉高 好 谢谢老师 它这个是怎么调整 我为什么不用 它这个是 它底下这边可以 活动 对是可以 是可以活动 所以它其实是随着不同 对不同的界围 然后它可以调松紧的 是 它是活动的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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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